有时候那个桌子整张挑起来 还是椅子这样就丢了 啤酒罐就整箱整箱拿来丢了 谈判、打架、喝酒 这是戴德胜当年年少轻狂的生活 年纪轻轻已是打餐馆的名厨 有优渥的收入 也洁败了不少道上兄弟 钱也有、人也有 那时候一直在夜总会 有一张桌子 每天每个晚上我一些兄弟在那边坐 不规律的作息 加上长期大量营救 戴德胜最终陪上了健康 从肝硬化转化成肝癌 14年来 他经历了三次肝脏切除手术 如今医生也无法告知 他还有多少的时间 医生说得到这个肝癌 有20个已经往生了 三、五个月也不知道 一、两年也不知道 现在力气越来越少 精神也越来越差 这场病带得胜深刻体会 生命就在呼吸间 开始反省自己过往的种种 当他与家人搬迁到 新加坡金丝堂对面的公寓时 就主动到金丝堂扫地 以服务大众的心来忏悔过去 这一扫就十年了 大热天满头大汗 还是这样在做 怎么他一点看起来都不像病人 从他的身上我看他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 他真的是 他就是不计较什么 什么他都去做 68岁的戴德圣因为无常来敲门 也敲醒了他过往迷茫的人生 如今刺激是他的心灵衣柜 这条菩萨道也是他今生的方向